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9月28号 这一期咱们给大家介绍一篇深度长文 这个文章非常有意思 它的题目叫《中国国运与外资臣服》 这个文章从真实的故事谈起 通过对改革开放中吸引外资的回顾 思索中国国运与外资发展的关系 也力求证明双循环国家众略的重大意义 文章的作者叫周掌柜 他是一个知名的科技战略专家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专栏作家 介绍到这儿,大家恐怕也知道这篇文章是什么意思 重点谈的是外资对中国的影响 小粉小红看了之后恐怕心情不太舒服 这篇文章1.4万字 咱们一起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这故事就讲这个1992年春天 广州宝洁销售部梁静波被派完上海 为宝洁上海分公司成立办理相关手续 这是宝洁进入中国的第五年 在经历了前期的起起伏伏之后 宝洁产品逐渐在全国市场退馆开了 整个过程非常艰难 说到宝洁啊,我回忆一下 跟咱们年纪差不多的,恐怕都有印象 宝洁进入中国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广大的,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不富裕 但是宝洁那个洗发水啊 它不主要是洗发水 还是很贵的 所以那个时候洗发水论带麦 它不是一瓶 一小袋一小袋 好像一袋是五毛钱 还有三毛的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记得我们以前上大学洗澡的时候 都要在那个小卖部买上一袋那个洗发水 那个时候宝洁经常做活动 就送那种带砖的洗发水 有的时候各个大学学生啊 跑去做志愿者 或者叫什么 清空俭学 也去参加这种活动 帮宝洁啊 推广 所以他给的报纸是什么呢 就是带砖的洗发水 如果有同学去了 那给你回来拿了很多带砖洗发水 这样一个人可以领多少带 这是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 没有人说买瓶装的 那时候有瓶装的 那都给人感觉很贵啊 但是现在你看看 好像带砖的就没有了 都是家庭装啊 这是个插曲啊 这个梁静波啊 跑到上海 然后他去找经销商呢 准备发展经销商 跑到这个 浦溪的百货大楼里面 结果啊 跟人还没聊几句 突然那个就是 执法人员就跑来了 严令喝止他们 说你们这是违法的 这是违法交易 赶紧走 再不走就把你们抓起来 这92年呢 那时候 宝洁在上海发展啊 找经销商 居然是违法行为 大家就知道那时候 是什么一个环境 回到广州啊 梁靠上海设立分公司的困难 报告给了上司 他们知道 要想避免相关问题再出现 必须拽上政府的人 于是 广州宝洁总经理 立刻拜访了 广州公商局局长 希望可以随行 一同前往上海 说服上海公商局 允许宝洁在上海注册 这多少有点 找后台 靠山出面的味道 广州公商局局长 随着宝洁一些人 来到上海 向上海公商局方面 介绍了宝洁在广州 成立合资公司 并且已经在全国进行销售的情况 并且许诺 未来上海公司 到广州 设立分公司 必定也会有很多宽松政策 在广州公商局局长的加持之下 宝洁最终在1992年8月 完成了在上海的注册 在那个年代 合法的开始 在华东地区销售 这里面说明什么呢 说明首先一个 改革开放 确实是广东先行 广东人的意识 超前一点 连上海的赶不上 和很多人对外资的感受不同 很多人往往认为外资开拓中国市场是带着特权 含着金钥匙来的 真实情况是 在最初开拓中国市场的时候 这样的遭遇屡见不见 因为每个地区对于开放政策理解 以及执行程度相差甚远 在广州跑通的事情 在上海是不行的 在上海可行的办法 到北京 又要换一个思路 这和我们今天对于高大上的外企认知 也是一个天差地别 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 也是一部外资在中国艰难生根 缓缓发芽到蓬勃发展的大历史 本文 毕者将从这个真实的故事谈起 致力于通过对改革开放中吸引外资的历史性恢复 思索中国国运与外资发展的关系 也力求证明国际国内双生皇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 这篇文章它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 本质上改革开放时就是招商引资时 第二部分 事实上WTO规则推动中国拥抱世界 第三个 案例显示外企将中国蛋糕变成中国成就 第四个 结论是外资臣服影响国运 就看到这文章的四个标题 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这小红小粉呢 动不动要把外资赶走 宝马也要赶走 动不动就辱华了 第一部分啊 本质说改革开放时就是招商引资时 咱们从重点来说啊 至今我们很多人还记得 利用外资是很长时间的一个重要的新闻关键词 也是地方领导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可头语 由此引发全国特区城市新区工业园区 产业园区 与后春笋发展起来 外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既正面又进步 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积极词汇 这个外部力量输入无论给打工商人 公务人员甚至各行各业都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回顾感性的认知 理性看待外资对中国影响 这也是这篇文章重要出发点之一 中国最开始的外资中绝大多数是港澳台商 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直接投资者 扮演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键桥梁与穿口角色 我记得保洁进中国是跟李嘉诚合作 是跟李嘉诚合作还是跟香港的什么叫 或者另外一家家族合作的进到中国 是他把保洁引进中国 保洁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一穷二百 那个时候保洁的人还有很多香港人 他们就认为你跑到中国卖保洁产品 那不疯了吗 中国人能消费得起吗 就像现在有很多产品印度人也消费 但是啊现在再看看保洁 这一步走的是多么的英明 如果他不进中国 跟中国市场失之交臂 什么概念 这就叫战略眼光 大家可以摆逗一下 或者谁知道得搜一下 因为保洁进中国是从香港进来 是有一家港资啊 我印象中是李嘉诚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批外资来自香港企业 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来自香港 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也是由爱国 港商霍英东投资的 据说当年霍英东还捐赠了三辆 劳斯莱斯中国当时最豪华的轿车 给广州白天鹅宾馆迎接一里沙白使用 当时比邻香港的广东珠三角地区 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港商看准时机 第一时间带着自己的技术 把制造业北移 从只有一和之歌的深圳开始 向东广广州等地区迈进 之后又参与了缔造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奇迹 服装业 港商徐百地 回忆说国家改革开放初期 珠三角 平均工资为人民币七十元 相当于一个香港工人的百分之一 由成本相差太大 再加上大陆地方政府提出 数多优惠政策 尽管政策本身并不成熟 数多港商也愿意冒险 北上投资 这是一个真实的功利性叙述 不过不可否认背后 依然承载着港商对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 除了山基之外 港商选择北上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得出家乡的情义 不忍心看到家乡贫穷落后 作为珠三角地区 他们的感受跟内地的不一样 我们是内地的 我们那个时候感受是台商 台资 但是不是说我们有台资 是说我们谁家有个亲戚是台湾的 这在二十年前那是犯机会 如果你家有亲戚在台湾 那你完了 你们家全家 包括你们家亲戚 恐怕都要受到监视 但是从八十年的末开始 那谁家有个台湾的亲戚 那是相当风光的 地方政府都会找你 让你去说服你那台湾的亲戚 到中国来投资 邀请他们到中国来看一看 所以那个时候 台湾的客人到中国特别多 那他们就返乡 那个贪亲了 几十年不让贪亲 对吧 半个世纪不让见面 那么很多人他就 那老头老太的 就跑到内地寻亲 他们来了之后 给人感觉就是台湾太有钱了 他们给钱 有的还带一些电器等等啊 然后地方政府就开始 说服他们来投资 我们看看那个 他的文章怎么说的啊 他说首带产商 林辉表示自己 之所以选择在东莞投资 就是因为他看不得家乡破败 希望把工厂帮回去 带动家乡的经济发展 也有浙江籍的港商 在八十年代后期 逐渐搬到长三角 如著名的几大家族啊 都是反制业的翘祖 在得到当地政府的鼓励后 回乡发展 自此港商踏入了 珠三角和长三角 建立了两个繁荣的经济传 再看台商 台商进入大陆 要宛如港商 大部分台商是在1988年 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 之后才开始不断来到大陆 特别是在福建沿海省份 进行市场探索 从那时候开始 爱拼才会赢 台商精神逐渐唱平了 中国的大家南北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 从1988年到2018年间 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多达10.58万个 累计使用资本675亿美元 如今在大陆有超过3000家 桌卖店的北京杰安特 是那个时候的点心代表 杰安特董事长林青感叹道 改革开放是一辈子难得有的机会 幸运的是我们把台湾台商 把握住了 实实在在受益了 台商更是在相当长时间内 成为了大陆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方 这和当时台湾政府的宽容 莫属有一定的关系 总体而言 港澳台甚至全球海外华侨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巨大 我们再看一组数据 根据2021年 胡润中国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板单 前100家外资及港澳台企业 在中国直接雇佣超过250万工人 总体销售额达到9000亿美元 相当于中国GDP的6% 外资企业虽然在中国只占2%的市场主体 但却带动了4000到4500万人口的就业 是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1% 贡献了6分之1的税收 以及超过40%的出口 如果说胡润这位金明的外籍生意人的数据 可能带有一定的立场 那我们再看看官方数据 得如上海外山投资企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根据上海市2021年统计数据 外资创造了全上海超过4分之1的GDP 3分之1的税收 3分之2的左右的货物进出口 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以及5分之1的就业岗位 此外外山投资企业还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 累计设立研发中心479家 上海市一半左右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研发投入来自外山投资企业 对此 心服智库在欧洲访问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的时候 对方同样脱口而出 欧美企业创造了全上海超过4分之1的GDP 可见其含金量和重要性 但事实上外资得如中国的价值 远远超过以上数字的价值 更确切的说 外资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产业投资 往往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就是领先性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这里不妨对于外资中国发展 做一个时间线梳理和总结 它这里面把外资分成几个时期 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6年 叫三来一捕的初期探索 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2001年 叫完善FDI监管机制时期 1986年中国国务院颁发了 鼓励外山投资产业目录 旨在放宽一些不受欢迎的限制 通过这些新措施 外山投资企业可以自由雇用 或者遣散员工 此外对董事长必须是中国人的限制 也被取消 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了外山独资企业法 1990年国务院通过了 外山独资企业实施条例 两项法律永属外国投资者 在中国建立全资企业 自此对外开放的口子放得更宽了 邓小平1992年进行南巡之后 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国家正式认可和采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术语以规范任何与市场相关的改革措施和法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中国现代化法律和经济体系的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中国的外山投资是极其有利的 那个年代还有信社信资的争论 后来才有叫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 好猫论呢 随着外资的涌入 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制造迅速崛起 展示了一个关于中国工业和现代化改革的故事 其发展速度以及广度 已经远远超出了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设想 同步开明的政治改革 很好地支撑了经济发展的需求 两个历史性的时间点分别是1992年和2004年 1992年10月主要是在大会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结束了关于市场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 就是信社信资 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以前你干个什么事情 都要问一问你这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那个时候80%都是小粉的 大家想一想那是什么概念 甚至都不止 第二个重点时期就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 通过声明国家将鼓励支持和保护私营部门 并补充说国家保护人权将这些新政策文本化 后面还提出了依法治国 实际上这些都为吸引外资打下了基础 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 中国逐渐建立了现代商业法律体系的基础 通过大规模的立法 就是这个时期立了很多法律 以前中国都没有这些法律 比如说公资法 合同法 民法总则 证券法 反垄断法 都是根据形式 都是因为吸引了外资产生了很多新的形式 记得学习 要有新的法律 反过来呢 因为你确立了这些法律 所以外商投资就从这些改革中进一步受益 这是互相促进的 开放性 透明性 问责性和可访问性 不再是意识形态禁忌 而是被视为发展成熟和健康的投资环境 普遍接受原则 自从1992年十四大以后 外资开始加速流入中国市场 一直持续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 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友好性法规的建立 是密不可分的 你搞了那么多法律 实际上都是为了吸引外资用的 就起了作用 大家现在回头看看越南 我不知道大家对越南了解多少 还有泰国 你看他都吸引外资 都要学中国改革开放 但是他在很多地方 他实际没有中国不准卖的 好像你在越南办公司的话 就是外国人在越南开公司 是不行的 必须有越南人吃股 类似是法定代表人 必须有越南人 就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 我想不关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 其他国家也很穷啊 难道他们不改革开放吗 不吸引外资吗 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吸引外资 中国是因为以前封闭 跟外资没来往 突然要吸引外资 像印度这国家 他恐怕一直是吸引外资 那为什么中国吸引外资就这么成功呢 还是跟这个思想开放 对吧 觉悟立法 把以前的观念全部给你扭转过来 什么信赦信资啊 不准讨论 搞了很多法律 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叫什么 胆子再大一点 步子再快一点 这个就在口头禅啊 这个就反映了中国对外资的这种对开放 对吧 这种渴望啊 可见啊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时期 和外资对中国的投资发展是平行展开的 外资对于中国的经济繁荣起到了历史性作用 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国运 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所以这个文章啊 小粉小红应该尽心的好好的看一看 然后再回家问问你爸妈 甚至你的爷爷奶 因为好的都是好小 他自己不知道这个过程 就是你肚子是怎么吃饱的 文章第二部分啊 叫事实 WTO规则 推动中国拥抱世界 如果说早期的改革开放 源自全球华人同胞 手足亲情的支持 那么中国经济真正的大繁荣 则是来自对WTO规则的融入 总体来看 20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 外资直接投资 就是FDI发展显示出一些有趣的特点和数据 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中国的出口部门上 例如自然资源的出口 逐渐被工业产品取代 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 到2002年加工出口额达到1800亿美元 占中国总出口额的55%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中国的防制品出口上 从1980年4.6%增长到1998年的8.5% 全国在全球服装出口中 份额增长了四倍多 从1980年4%增长到1998年的17% 玩具市场份额扩大速度更快 从1980年2.3%增长到1998年18%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鞋内行业上 在全球鞋内市场的份额 增长速度最快从1980年的1.9% 飙升到1998年的21% 全球化经济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受益 中国在一年内将汽车零部件出口翻了一番 中国庞大的工业化和国内投资 使中国成为2003年世界水泥消费量的40% 观察家和研究人员注意到 中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了出色的发展 正如199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 中国摆脱了绝对贫困 而这对于富裕的工业经济体来说 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扩张 在1978年到1995年间 人均GDP以每年8%的金人速度增长使2亿人口脱贫 简单的说啊 就中国处得的这点成就啊 在那些发达国家富裕国家 他们是花了几个世纪时间取得的 咱们说通俗一点 就中国啊改革开放以后 他就没有走弯路 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帮助之下 直接就抄了进路一步到位 所以他只用了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 就把中国整个的由农业国家 一下变成世界制造大国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啊 从农业国家向这个工业转变 居然没流血 居然没搞跑马圈地 少走多少弯路啊 少死多少人呢 而且中国国有制造企业的引力能力上升 据估计中国将在五年内吸收了 576亿美元的直接外国投资 占全球经济的6.5% 这一估计将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 接收额增加了近人的468亿美元 研究强调了外商直接投资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 外商直接投资 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的重要贡献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 不可忽视外国投资者的需求 以获取外商投资带来的好处 到20世纪90年代末 中国拥有全球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 就是全球的投资额啊 三分之一是投到中国的 不过真正让中国制造 中国产业走向全球的 还是在加入WTO之后快速发展期 这段时间中国大陆本土力量崛起 和外资交相会议 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快速发展加化 所以后来才有什么中国速度 中国奇迹啊 这些说法 中国加入WTO的最大实惠 就是最惠国待遇 改变中国制造世界地位 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 之所以随之开启了一轮 波澜壮阔的经济强劲增长 根本原因是WTO的最惠国待遇 给中国全球开放大市场 这就意味着中国制造在出口过程中 不再单独和出口国家签署一对一的合约 以降低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 极大提高了中国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三部分啊 他举了个案例啊 说外企将中国蛋糕变成中国成就 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中国市场 如海外投资啊 在改革开放时期 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 外资企业与中国的市场互相成就 每一个都可圈可点 应该说中国政府和整个社会 对于外资的诚恳和开放态度 在世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 无数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契机和传奇加化 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 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它首先是依赖政府的态度 中国政府对外资那是绝对的 叫爱不释手啊 你看看前几天 是不是总理又开始这个叫吸引外资 招商引资 把外资企业又交到一起开会 给他们安抚啊 吃定心碗啊 是不是这个一把手开会 好像最近开什么证据会议 又提到了外资 服务好外资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法宝 但是很遗憾啊 就是最近这十年 夹头这样的人物 在不停的破脏水 煽动民粹 说中国是血汗共产 当然了国外也有一批人 持这种观点 说什么人矿 这些都是要不得的 这些都是脱离了中国时期 就不知道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 就不知道中国为什么现在成第二 他们以为脱离了外资 脱离了这些模式 中国也能富起来 怎么可能呢 现在富了 吃了几年饱饭 开始说人矿 说什么我们廉价产品 养活了这个什么 全世界 这个相当的无知和幼稚 他这里面以松下电器为例 这家公司一己之力 推动中日电子工业合作 这个故事现在看起来也很感人 1978年秋天 邓小平因日本首相福田舅夫邀请访问日本 并且贸雨参观的松下电器公司位于大阪的工厂 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松下信之助亲自在工厂门口迎接 在谈话间 邓小平对松下信之助说 松下老先生 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 松下单击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 他说世界繁荣的中心曾经由亚洲转到欧洲 近百年来又转到美洲 相信到了21世纪 世界繁荣的中心将回到亚洲 日中两国要加强合作 成为世界的繁荣和平和幸福 做出贡献 同年日本松下在中国设立服务中心 成为了第一家进驻中国的外资企业 4年6月松下信之助访问中国 在此期间 邓小平同松下信之助进行了深入交谈 几天内会见了两次 松下先生就中国的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问题 以及如何同外国进行技术合作和合资经营等问题 提出了坦率的建议 邓小平对松下先生所表现出真诚友好 表示感谢 他说 作为大公司像你这样提意见的 我还没有遇到过 在谈到电子工业的发展时 邓小平对松下信之助说 我们四基部要更多的请教你 这个搞电子工业 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好 这个部是关键性的 什么叫现代化 恐怕首先是电子工业化 没有电子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 中国人口这么多 地方这么大 同自己在国际上应该尽的责任是不相称的 这方面我们自己需要努力 也需要国际上的帮忙 我们需要引进很多技术 带动我们提高 邓小平请宋下信之助帮助中国改造电子工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宋下信之助帮助中国规划电子业的发展 你看看 关于邓小平访问日本 关于邓小平要请求国际友人帮助中国 这个视频 还有文章 有很多 还有很多回忆录 大家都可以找着看一看 就是说一把手中国改革开放什么总设计师对外资的态度 关键是诚恳让这些大企业到中国来 那个时候他不讲什么合作共赢 讲的是请你们帮帮忙 这邓小平到哪都这么讲 你是来给我们帮忙的 所以很多小粉呢 小红对这位改革开放设计师就不感冒 饿肚子不要紧的 叫饿是小 世界是大 饿肚子怕什么呢 后来松下在中国的投资 那是突飞猛进啊 松下在中国的投资一下就带动了日本的什么东芝啊 对吧 索尼啊 一大堆的 全部跑到中国 先是香港人 港资 再是台资 后面就是日资 还有韩国企业 后面就是美国 欧洲 这里大家回忆一下 咱们说外资企业 说港资 台资 还有韩资企业 日资 日企 韩企 美企 耳熟能想吧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俄企啊 好像没听说过吧 40年的改革开放 好像跟俄罗斯关于不大呀 当然了 俄爹也是做了贡献的 那就是俄爹没来捣乱 没来捣乱就是做贡献啊 在这里面还举了个例子叫可可可乐 可可可乐啊 进入中国 非常曲折 可可乐进入中国啊 不能把它理解成这个一个饮料进入中国 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个美国文化进入中国 因为可可可乐本来就是代表美国文化 可可乐顺利进入中国 实际上就是美资啊 大量的进入中国 它这个标志性的世界 1978年12月 可可可乐获得了一次与中良集团谈判的机会 双方随后签订了协议 建立了一家合资瓶装厂 并授予可可可乐在友谊商店和酒店 向海外游客销售其产品的权利 就是你允许在中国生产 但是你不要卖给中国人 你是卖给这个海外游客的 海外的这个外交人员 卖给外国人 友谊商场知道吧 就在日堂路附近啊 就那个贵友边上 那个以前改革开放之前那个是专门对外国人销售 如果有剩余的汽水 可可可乐有权在北京市场销售剩余产品 实际上就是可可可乐变相的踏入了中国市场 可可可乐啊 成功的邀请到了邓小平 在1979年到美国访问之际 拜访了可可可乐 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总部 这个公关做的也很厉害 把邓小平请到美国总部去了 但是他访美之际啊 去可可可乐访问 他这里面还介绍了啊这个雀巢咖啡还有保洁啊 因为这些实际上跟农产品也有关系 跟农村呢 所以怎么样深入农村 还谈到了这个德国的化工企业巴斯夫 这家深耕中国145年的德国巨头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展现出勃勃的生机 在20世纪90年代 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 时间进入21世纪20年代前后 以苹果和特斯拉为代表的一批全球先进科技公司 不仅占有中国对全球出口的重要份额 而且带动了智能手机智能电动汽车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让中国在这两个领域获得了世界级的竞争力 这是外资推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力争 关于苹果特斯拉对中国的重要性 咱们在节目里面是不厌其烦的在介绍 所以获得了这个很多小粉小红扣的高帽子 叫贵美甜美青美 你看这篇文章他就说了 苹果特斯拉它在中国的意义不仅仅是创造一点外汇 它是带动了你一个产业的发展 这两个产业本来没中国什么事 结果中国深深的在全球成了一个非常厉害这么一个角色 你说手机吧 手机跟中国有什么事啊 就本质上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你操作系统你也没有 手机里面的高晶件的比如存储一大堆的对吧 很多硬件都是日本韩国德国 芯片也没你什么事 但是中国的手机偏偏成为这个全球 对吧 除了美国还有一个三星 三星还有 剩下的就是中国手机了 那安卓手机不都是中国生产 小米对吧 OPPO那这一切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引进了诺基亚引进了苹果 世界顶尖级的手机都在中国 中国的供应链在给他们供货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它也在打造你的供应链 特斯拉也一样 特斯拉现在说一体压住成型 现在已经在推广 它说成本一下下降40% 第四部分 他说结论叫外资城府影响国运 由此我们不禁进一步追问 外企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浅显的说 外企给中国带来的投资 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工作机会 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税收 深层一点 外企给中国带来还有现代化 标准化和全球化 说我们历史性的全面的看待 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不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中国国运与外资城府 息息相关 吸引外资和全球合作 作为中国国策的地位 不容动摇和否定 外资并没有削弱 反而增强了中国产业 自主创新的能力 维持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客观讲 我们应该把利用外资的思维 迅速切换到 与外资共赢的全新思维 实际上就是合作共赢 最后他说的 这个叫发自肺腑的感言 说从国家战略角度看 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必要谦虚谨慎的 从全球先进国家和企业汲取营养 配合开放市场和市场准入的诚意 需要更清晰展现出来 骄傲自满 不仅会影响社会发展 也会带来严重的认知错误 外资当然不仅包括外国企业的投资 也包括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的支持 甚至也包括海外华人资本投资 对改革开放的支持 今天的中国也需要 从事改革开放初期的魅力和魄力 勇敢的对全球产业界表达中国誓言 延续改革开放的最强硬 用开放的市场政策 欢迎世界企业和全球资本投资中国 用法治精神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和同等法律地位 给予内外部持续体制改革的预期 这不仅影响中国国务 也涉及这个五千年历史秧秧大国的 近现代化进程 更是精英阶层应该给人民的交代 叫开放促改革 永远不会过时 永远值得敏记 所以我们要不厌其防的 要教育小粉小红 为什么教育小粉小红呢 就是今天这一切来之不易 这一切不是从天然掉下来的 中国弯道超车 对吧 这个超车不是说超过别的国家 是说自己超过了自己 本来你要自己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的话 那现在还是农业社会啊 还是吃不饱啊 对吧 我们现在为什么吃饱了 为什么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要牢记怎么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要牢记这一切随时会失去 正所谓的啊 来得快 去得更快 所以我们才要警钟禅民啊 所以才要不厌其防的 要教育这些小粉小红 这些爱国贼 假头式的人物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